宋人的秘方 宋国有一族人善于制造一种药 这种药冬天的时候擦在皮肤上 可使皮肤不会干裂 所以这一族人世世代代 便做漂白布絮的生意 后来有个客人知道了 便出百金收购了这个秘方 真是宝物啊 他将秘方献给吴王 并说明这个秘方在军事上的秘用 那时吴越双方是侍承 吴王得到这秘方之后 就在冬天发动水战 吴仁室有秘方 军事都呼声洞窗 越人没有这种药 军事便生皮肤病而大败 吴仁打败越人以后 献秘方的客人便受封了一大块土地 生活富裕 社会地位也不同了 同样的一种药方 有人不会用 只好世代漂蓄 有人会变通使用 便裂土封喉